塔和达玛礼堂 大帐篷除了给村民用圣水做宗教的仪式外 也是撒米娜用来替村民解决纷争的地方 当神圣的龙不夺 我住在这里的时候 国王赠送了这块土地给寺庙 这块土地的人民不需要缴缴任何税务 寺庙里有下人服务 人们不需要负担任何工作 当他们有争执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贫习争执 如果我们的国会像帕赫寺的大帐篷 那么泰国的政治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纷争了 圣僧花了三年才把它修建好 那些建筑工人那时都住在山上的塔屋 现在还留下一些痕迹呢 圣僧在巴国寺很多年非常受欢迎 有一天 他持着拐杖在寺庙前的海滩时 被一批海盗绑架到船上 可是他神奇的力量使到那海盗的船 在海上绕圈子 绕了好几天 直到船上的水用完 情况很危机 圣僧看到他们受苦 心里不忍 于是走到船边 把左脚放在水里 他脚周围的水忽然发亮起来 他然后取起水来喝 目的是给海盗们看 当海盗们尝试过是淡水后 都浮贵在圣僧的面前请求原谅 当海盗们尝试过需要的淡水后 他们的船毫无困难地就航驶回原本的地点 抵岸后 他靠在两棵小橡胶树休息 还把拐杖靠在树身 当那两棵树长大后 树身弯曲成圣僧拐杖的形象 当地人称为拐杖树 但现在已经枯死了 你们只能在帕库寺进口处看到一些枯残的树根 圣僧前程 慈悲地主持巴国寺 他的功德保佑着他的善男信女 据说有一个门生 在他打坐时 得到了一个启示 他知道菩萨已显灵在这世上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佛祖的化身 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六月里的一个月圆的晚上 他遇到了帕库圣僧 圣僧看到花时 即问他 是谁给他这朵天堂的 Muntatip花 这门生当时知道 跟他说话的僧人 就是他要找的菩萨 他立刻把花献给了帕库圣僧 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 月亮的光彩 顺时钟绕着寺庙转了三次 然后往东南方向而去 第二天 再也没有人见过巴库圣僧了 剩下来的只是他的拐杖 水晶球和他永垂不朽的功德 一直留在巴库里 受人膜拜 当人们认为巴库圣僧 已从此离开了这个世界时 在塞布里市镇 出现了一个皮肤油黑的壳上 在开始宣扬及教导佛教教义 当地人称他为朗卡和尚 后来人们拥护他做 长海寺的高僧 关于建寺庙的传说 当塞布里州长 要为他的妹妹 杰斯丽建议市镇 他用一头大象来找地方 大象去到森林里的一个地方 停了下来 然后绕三个圈 大声呼叫了三下 州长认为是个好预兆 要在那个地方建市镇 但是他的妹妹不喜欢那个地方 所以他命令大象继续去找另一个地方 当他们停下来休息时 杰斯丽见到一只可爱的白兔跑过 他叫人去捉 他们跟踪着白兔 经过树林 来到一个白色的沙滩 杰斯丽确定 让他的哥哥替他在那个地方建市镇 那个地方今天就是巴达尼 而大象之前 绕三圈的那个地方 他的哥哥也建了一间寺庙 命名为昌海寺 那些人 他有什么称之后 他要求是 那些草莓 我给你带他 我给你带他 那个是 我给你带他 你带他 你带他 你带你带他 在那一家 是 你带我 人们都相信 朗卡和尚和巴康圣僧是同一个人 也习惯地称他为 长海寺的蒙短 除了长海寺以外 他也经常到塞布里寺 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还是常常去传教 那个地方很偏僻和简陋 但是他依然不停地往两寺庙奔波 如果路上找到宁静的地方 他会停下来打坐 好像欺瞻洞和燃夹洞都是他曾打坐的地方 还有两尊相信是他用墓座的佛祖像 这些在岩石上的佛像 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参拜 这三个人将来打坐 海宝五百米 当地人说 那两座佛祖像就在山顶上 是神圣之地 是伦布多在那里打坐时做的 你们看到的那面黑棋 当地人们相信它是雨神 当他们缺少水神